上一秒皮皮虾还在表演战里 下一秒就被烤成铁板皮皮虾 香得能马上找到的男朋友 下面我们看看 海底小霸王皮皮虾 是怎样走上餐桌的 皮皮虾学名叫虾姑 别名赖尿虾 因其游动时像极了在爬行 故又称为爬虾 它起源于终生代的侏罗纪 近四亿年未曾进化 堪称生物界的活化石 不过皮皮虾的家族十分庞大 现存有数百多个品种 大部分种类定居在热带和亚热带 少数鉴于温带 在我国的各海域中 都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 皮皮虾名字带虾却不是虾 而是属于软甲钢口虾姑鼠的动物 这玩意外表憨厚 看似乖巧 实则性情凶猛 妥妥地抱脾气 仗着一身武艺 在海底到处耍流氓 不光各种贝类怕它 连螃蟹 龙虾见了都得躲着走 不过皮皮虾之所以这么嚣张 也是有真本事的 它们身体窄长如筒状 全身披满铠甲 头部前端则是圆溜溜的腹眼 每一只腹眼还有六排数量众多的小眼 能直接看到的颜色多达16种 不但能360度搜寻食物 还能看见紫外线和红外线 比千里眼还要牛逼 另外皮皮虾喜欢学居 常在前海沙底或泥沙底绝学 将埋伏战丸的出神入化 当有倒霉蛋靠近时 瞬间就会被皮皮虾拉进洞里 可以说能足不出户就吃饱喝好的 估计也只有皮皮虾了 不过这个习性被发现后 皮皮虾便由猎人变成了猎物 捕猎者会潜入他们的领地 通过洞口的大小和形状 确定是皮皮虾的洞穴后 随即在洞口设置一个吊杆 并用一小块鱼肉做耳 武力发达 脑力简单的皮皮虾 几乎都抵挡不住美食的诱惑 不出几分钟就会被绳索套住 最终成为人类的美食 细心的朋友可以发现 这种皮皮虾不仅个体大 身上的斑纹更是像急了斑马 其实这货叫斑琴虾姑 也拥有破坏力十足的螳螂藕 捕猎者只能将其关在塑料瓶中 整个幼步过程可谓相当解压 看得我都忍不住要下手钓一只 不过美食虽好 手指也很重要 当你在海中遇到这种 外表色彩鲜艳 貌比孔雀的皮皮虾时 最好不要轻易下手 它学名叫雀尾螳螂下 体长可达18厘米 喜欢居住在珊瑚礁盐缝和洞穴中 不光能看到其他动物看不到的世界 还能通过控制光的偏振 与同类进行沟通交流 另外它又被称为水底里小龙 攻击猎物时 出拳速度堪比子弹 快到摄像机都无法捕捉 轻轻松松就能破开贝类外壳 享用里面的肉 这会真的好调皮 不仅攻击螃蟹 龙虾 还经常调戏章鱼 可谓是凭着一对流星锤 成为各种生物的梦魇 曾有人做过试验 它能轻松加断人的手指 击破传感器 甚至打碎玻璃 再过去 皮皮虾全为海生 在清明前后出海 此时的皮皮虾经过冬季养雕 最为肥美 皮皮虾好吃 捕捞起来却不容易 渔民们要在凌晨四点起航 顶着大风饿浪 冒着刺骨寒风 在海上行驶一个多小时 才能到达目标海域 对于第一次出海的人来说 那真的会吐得昏天暗地 皮皮虾生活在水深 10到60米的水层中 风浪越大 收获就越大 渔民此时收的网是昨天下的 该水域属于泥河沙礁界的位置 各类饵料充足 所产的皮皮虾不仅数量多 而且又肥有大 捕捞皮皮虾的网长达1.8千米 虽有机器的辅助 但渔民还是要费尽力气 才能将网一点点收回来 这种网与普通的鱼网不一样 它是一种皮虾仙网 外形成细长的桶状 网眼又密又小 当皮皮虾出来捕食时 几乎都会被粘在上面 全身被网缠住 就好像武功高手中了软骨伞一般 无法发力 最终只能乖乖就擒 虾网完全收回甲板后 渔民要将皮皮虾一只一只地扯下 在这个过程中 渔民要避开它的鳞 不然见血是常有的事 另外只有体长达到捕捞标准的 才能放入虾框 其他的小虾米则被扔回大海 继续吃吃喝喝长大 这样皮皮虾才不会被吃绝 刚结绑的皮皮虾被倒进一个水箱 该水箱外表平平无奇 却是皮皮虾能保持鲜活的法宝 它配置了一套水循环系统 底下的水管深入海中十多米 不断地将活水进行置换 该深度的水温及盐度 都是最适合皮皮虾生存的 因此皮皮虾的存活率 比使用增养泵要高得多 当然成本也会增加 不过在活虾的高回报率下 这点成本只能算小钱 尽管海上工作不易 渔民们也不会亏待自己 渔船上通常备有一口铁锅 他们将鹅卵石倒进锅中 待加热到高温时 即可倒入新鲜的皮皮虾 再扣上锅盖焖上两分钟 先倒极致的皮皮虾就做好了 无需任何酱料 入口后 纤维瞬间在口腔炸开 为他们扫除一天的疲劳 各大收购商会在下午三到四点拉火 渔船收完皮皮虾要准时返航 待皮皮虾登陆后 全部被捞出倒在分检台上 由工人将活虾挑选出来 并按体型大小分类好 在这一关被刷掉的皮皮虾 竟然高达50% 而在后期的运输中 依然会有皮皮虾阵亡 平常我们在市场选购时 发现有些死虾仍在售卖 那这些死虾是否还能吃呢 新鲜的皮皮虾颜色发亮 外壳发青 如果是刚死掉的皮皮虾 外壳依然新鲜发青 肉质摸起来比较结实的 则是可以正常食用 若是死亡时间过长 外表呈粉红色 甚至虾身开始发黑的 则会生成有毒物质阻碍 一旦食用会引起食物中毒 分检好的皮皮虾 一部分由收购商收走 直接销往邻近的城市 另一部分则进入加工厂 先由工人将死虾剔除 并清洗干净 就可以装入托盘 推入大型蒸炉 用高温蒸煮10分钟 既可将皮皮虾完全蒸熟 又能将某些有害细菌杀灭 出炉后 皮皮虾要立即过冰水 将原本的鲜味牢牢锁住 肉质也会更加紧实 接下来 一部分皮皮虾进入包皮间 由工人包掉虾壳 就可以将虾肉打包销瘦了 相信喜欢吃皮皮虾的老铁 都讨厌包皮 在这里教大家一个10秒包虾法 先将头尾剪掉 再剪去两侧的硬壳 就能直接将外壳取掉 包出完整的虾肉了 另一部分皮皮虾则被称重装合 由速冻鸡做成冻虾 便能销往全国各地 为什么皮皮虾要进行熟冻加工 我们来看一个对比 分别将一只生冻与熟冻虾煮熟 掰开一看 熟冻皮皮虾肉质饱满新鲜 而生冻皮皮虾肉散粘壳 肉几乎所剩无几 只有经过熟冻加工的皮皮虾 才能经过漫长的运输 让远在内陆的朋友们 品尝到它们的鲜美 近年来 随着需求的不断扩大 渔民们走上了人工养殖的道路 不过想要养殖皮皮虾 首先要有虾苗 最初它们从捕获的皮皮虾中 挑出已经交配的雌虾 并给它们造了一个人工海底环境 让它们顺利产卵 在自然状态下 母虾产卵后会进入暴卵期 在此期间 母虾会不吃不喝 每天用恶族翻动卵团 使卵团受养均匀 顺利孵化 不过孵化期持续近十天 有些母虾受到惊吓 会直接弃卵而逃 而有些母虾则会立即而亡 为了提高孵化率 渔民会将卵团放入孵化器 用水流冲击法来完成翻卵工作 带虾苗孵化后 渔民需根据它们的生长情况 喂食相应的食物 而这些小可爱要做的 就是吃饱喝好 经过数十次的退壳 最终在养殖池里长成成虾 让我们实现皮皮虾自由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会